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谈的是公务人员特考 主题是混合随机变数 这个考题是105年的官务特考 三等特考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里的内容 X是一个具有累积分配函数 大F的一个混合随机变数 那么要注意的什么叫做混合 就是说它里面又有连续的 中间又有断点 那么我们大概来解析一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是一个累积的 累积的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说的累积的就称为CDF 这个是distribution 这是function 这是community 就是累积的 那么我们大概的话呢 稍微绘图一下 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的 它现在零以下 通通都是零 所以这边我们不太理会它 它这边有12两个点 12 在零到一之间 它是四分之X平方 靠近一的左极限 这边是四分之一 我这边把它标一下 四分之一 所以它是一个 在这边的一个是一个抛物线 到这边来说是一个空心点 那么一到二之间的话来说 它是一个固定值 是个二分之一 所以它这边是 这边是实心点 到了右边这边空心 再上去呢 再上去的话呢 是横回一了 这边是到了右边 好 这是这样的图形 我们可以一看就看出来了 怎么看出来呢 这一段是连续的 这两个的话呢 这两个是间断形的 那么首先我要算的是什么呢 它要把 要我们把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也找出来 其实是这个PDF Density Function 那其实也要问的是PMF 都有了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先把PDF先找出来 第一个PDF 它就是这边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微分 四分之X平方的微分 就是二分之X 那这一段来说 它只范围只有在 零到一之间 其余的我们通通把它设为零 这个是Otherwise 这就是其他 那么第二个 PMF呢 PMF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要算的是 这个地方是有两个Jump 两个跳点的话来说 我们就来算E的这个几率 当E的时候出现的时候 我们是用的是E 减掉E的左极限 那么E的值是多少呢 E的值我们看得非常明显 这个值是二分之一 左极限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这是多少 值是四分之一 所以是四分之一 所以E的值是四分之一 那么还有一个值是多少 二 那我们就算的是 二的值 减掉 二的左极限 二的值 我们不用说 一看就知道多少 一 二的这边来说的话 左边的这个地方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边的值 这边的几率值是 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边的总几率是多少 四分之三 这边的话呢 几率多少 来我们看 这是一个三角形 0到1之间 这果然是只有四分之一 没问题 那么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 这是二分之一X 0到1之间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这边的几率 这边是二分之一X的话呢 这边的几率是多少呢 这边只有二分之一 这边的话呢 底层高除二是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面积四分之一 那这个的话呢 它占的总面积 这个也是四分之三 所以合在一起没有问题 这个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混合型的随机变数 那么现在我们写出来了这个 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这边就是我们所说的 几率密度函数 他们所要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画出来 这边的话呢 是只有一个一 一的话呢 它的值是四分之一 那么二的值是多少 是二分之一 是这样的 一个连续 一个是间断 那么重点是 它要算的是X的平均数 平均数 那么我们就分两段来算 我们这边叫做X1 这边X2好了 平均数就是我们所说的期望值 这边我们就直接来计算 0到1 0到1 X乘上几率密度函数 二分之一XDX 所以等于二分之X平方 那积分后变三次方 补一个三分之一 所以变六分之一X三次方 0到1 1带进去 0带进去 得到多少 这边的期望值啊 是六分之一 那么现在我们要计算的是什么呢 计算的是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这个 这个部分来说 它的期望值也其实不难算了 就是一 对上了它的对应的几率 是一乘上四分之一 二乘上二分之一 所以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四分之一 加上一 所以等于四分之五 那么它的平均数是多少呢 加在一起 六分之一加上四分之五 等于十二分之二 加十二分之三十五 等于十二分之十七 所以它的平均数的话呢 是一点多 落得在这边一点多 这个位置 这边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均数 十二分之十七 那请各位同学记住 因为它这后面还有一个题组 分数非常高啊 15啊 但是它还要问的是什么呢 下一题 变异数 那这个变异数 其实也不麻烦 刚才我们复习一下 刚才我们的PDF跟PMF了 PDF 是二分之一X 零到一 那么PMF 我们的话呢 要知道的是 PMF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一的点是多少 是四分之一 X等于二的点是多少 是二分之一 这个我们把它 给各位同学提要一下 然后我们的期望值 刚刚我们算的 刚刚我们算出来是十二分之十七 好 那现在准备开始来计算的是 变异数了 因为变异数要怎么算呢 变异数最好的算法就是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 平方 期望值的平方 我们这边已经可以计算了 现在我们要计算的是 平方的期望值 好 那我们现在来算的是 X1的平方 平方的期望值 一样 我们的话呢 这个连续的 由0G到1 这边注意的是X平方了 二分之一X 所以等于多少呢 等于 这边是二分之一X三次方 积分了以后就变成了X四次方 前面要补上一个四分之一 就变八分之一 0到1 所以 平方的期望值是八分之一 这是前半部 还有后半部 平方的期望值 这边 一的平方 对应它是四分之一 二的平方 对应的是多少 二分之一 我们加起来是四分之一 这加二 等于四分之八 这是九 所以平方的期望值 是多少呢 八分之一 再加上四分之九 来八分之一 加四分之九 来我们算一下 通分一下 八分之一 加上 这边二九 十八 所以等于八分之十九 那么现在 我们要算的是 总和的这个变异数 变异数是多少呢 这等于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十二分之十七的平方 那么 这边计算起来的话呢 其实 看起来好像还可以计算 八分之十九 减掉多少呢 这边十二是 一四四 十七的平方 我们知道是 两百八十九 那我们发现 这个刚好是 一四四刚好是 八的倍数 是 刚好是十八倍 八八六十四 对 十八倍 所以这边是 十九 乘上十八 再减掉 这个是 二八九 来我们计算一下 这边算一下是多少呢 九八七十二 这是 一四四 这里是 三百四十二 减掉 二八九 所以等于 一百四十四分之 五十三 这就是我们的变异数 那么我们用的是 一个平方减掉 这个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的值 的平方的技巧 即使是混合的 也是照样做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用到的是 混合随机变数的观念 那么题目 大部分都已经给我们了 就叫CDF 就是累积的 这个分配 累积分配函数 那连续的部分 那连续的部分 要记得 大F的微分 就是小F 就是所谓的PDF 不连续点 请各位同学注意的是 离散的这个跳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不连续点的 这个几率的部分 那么 不连续的部分 我们采用的是 就是右边的点 减掉 左边的 左极限的一个 求出一个中间的 PMF的值 那么两者之间 要共同的 这个总几率的话呢 当然一定要 刚刚好是一 才会合理